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OpenEdits OpenEdits是開源的線上教學平台 在功能上面非常齊全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是關於課程的公開內容 一般來講,線上課程都是需要註冊登錄才有辦法看到課程內容 但是在OpenEdits Ironwood新版本中 提供了公開課程的Flag設定 我們先來看看一般預設課程是沒有公開的 目前畫面上的課程就是未登錄的課程內容 課程大綱頁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完全看不到課程的所有的內容 只能看到要求登錄的一個提示 要打開課程公開內容 我們需要從兩個部分作手 首先我們來介紹關於網站管理部分的設定 要使用公開內容 要使用公開課程的內容 這個功能 我們必須要請網站管理員打開設定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超過一次 首先我們到LMS的管理界面 搜尋搜尋Waffle 我可以得到三個搜尋 其中WaffleTip 這個功能是針對單一課程的公開內容設定 不過這不是我們今天要示範的案例 所以我們回到上一頁 找到JungleWaffle 從FLAG裡面 新增一個 SEOEVABLE FLAG 其他的都不需要勾選 直接選擇儲存 這樣我們就已經打開公開課程內容的功能 接著第二部分 在教室 在教室的部分 我們必須要 使用 在教室的設定部分 我們必須要先到Studio 找到進階設定 我們可以先搜尋 我們可以先搜尋 Private 我們可以找到 Cursor Visibility for Unown Learners 就是 就是 在沒有註冊的使用者 我們決定是否可以看到課程內容 這個部分有三個設定 可以預設是Private 我們也可以設定 全公開 Public 也可以設定 主公開課程的大桿 我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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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剛才不一樣的 這時候課程的大桿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當然 我們也可以選擇 回到Studio的進階設定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把課程設定為 全公開 儲存好 登出 重新整理一下課程的意義 這時候 除了課程的大桿以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也可以看到 課程的內容 當然啦 課程的 全公開課程 只能看到 關於HTML 一片部分的內容 還有一些比較深入的課程內容 比如說 考試 或者 成績進讀的查詢 或者 使用者 學習歷程的紀錄 這些功能 即使把 課程公開 所以 系統 還是無法 為 每個使用者 做 個別的 紀錄 所以 基本上 希望 個人的專屬功能 或者是 完整的課程內容 體驗 最好還是 註冊 登錄 會比較好 那這時候 公開課程的內容 有什麼好處 其實 就是為了讓 搜尋以前 能夠搜尋到 這些課程的內容 進而讓 SEO部分 更加 更加 優化 讓 所有的 使用者 能透過 搜尋 以及 搜尋到 我們的 課程 這就是我們 今天 課程 內容的 公開 部分的 功能的說明 非常好 所以 我們 不會